所以今天你给我们推荐的动物是蛆蛆对吗 不是蛆蛆 它要比蛆蛆神秘多了 蛆蛆要神秘 对 今天带来的这些动物 这些动物 没错 非常的古老 非常的神秘 我希望大家不要以貌去 它们可以先进去接触一下 先感受一下 我明白了 就是不告诉它们 让它们摸出来是吗 没错 我希望它们遮上眼罩 然后遮上眼罩 好 有意思有意思 那接下来咱们有请台下的五位评委 撑谈 不用了 留给其他评委吧 都上来感受一下 不行 怕是吗 为我们的五位评委 每人上一个眼罩 这太可怕了 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期节目 我是肯定不能让我妈和我媳妇看 为什么 他们最害怕这种动物 我都觉得有块站不住了 站不住 咱们能不能怜香惜玉一点 各位评委老师 咱们就一位女评委好不好 让方老师先 咱们女试优先 先摸 好 女试优先 好 到哪摸 来 往前一步 你先摸完 然后你就彻底放松了 这个是盒盖 哎呀哎呀哎呀 吓死我了你 盒盖 盒盖盒盖 来 先给它打开 好 手可以伸进去了 这动作在哪呢 哎呦 这是什么东西 我摸着它了吗 摸着 摸着 多大个儿 反正个头不小 我摸摸 我就是手指头痛了一下 我想摸摸这是个箱子吗 它已经爬出来了吗 啊 爬出来了 各位看脸 这很像 这是什么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刚才这边手 我好像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对对对 我的天哪 你摸一下 你再摸摸 我摸 你先摸摸 让它告诉我 它是什么动物 就这 啊 哎呦 你别摸完了 杨帆你别老摸我 一静一站 哎呦我心里发怵了 没事 你不动 你还是什么东西啊 多大吧 哎呦我什么也摸 我只是用手指头触摸它 手感怎么样 你觉得它那个嘴 脸型 嗯 脸型 还有脸型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冷吗 我就问你 它的血是冷的 啊 蛇啊 啊 蜥蜴 我怎么觉得我摸着好像是它的手吗 不是 啊 是它的嘴 嘴 它不摇我吗 粘上了吗 没有粘 因为它不会摇你的 哎 它是 这是 哎呀 你猜一下是什么 哎呀 我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什么蜥蜴 什么之类的那种啊 哇 但我 我没见过如此恐怖的蜥蜴 如此恐怖的 像鳄鱼 对 它其实是一种手工 手工 自己做的吗 摘开眼罩 看一下 哎呀妈呀 吓死了 我说是不是挺像鳄鱼的 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刚才摸的这只叫做巨人手工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 手工是什么意思 它是呢 就是一种像壁虎 你可以 哦 好好好 对 它有吸盘 我刚才说我摸它就是它的手吗 是它的鼻子 鼻子呀 嗯 傻子 师傅来挑战这个吧 这呢 师哥 来来来来 看 哎呦 手在现在 不至于吧 是什么啊 稍等啊 哎呀呀 哎呀呀 它会饱吗 哎呦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办呢 哎呀 方冲你不能 我跟你说我对这个玩意儿还真是有点 那让我下去吧 行吗 啊 是这么可怕吗 我害怕这种东西 啊 来 你先摸一下 你摸摸我的一头汗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 我们伸出一个手指我来帮你 我放到你的手指上 不是 你放到我手指上 是把嘴放到手指上吗 不是 是把你的手放到他嘴里 浑身是汗 真的假的 不至于吧 你那么勇敢 一个手指就可以 你在越战越勇 一直是硬汗的形象啊 师傅 不要破坏人设 你把手指伸出来 轻轻的 你会记住他的触感 哎呦 他挺拉的 什么 哎呦 天呐 这一脸 你猜是什么 我觉得啊 我个人感觉 现在他这个还有点寒气往里走 我独了是吗 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 手指越来越凉 在这么一个热的环境里 我觉得 这个应该表皮很光滑 蛤蟆 应该是冷血动物 蛇 我觉得应该是蛇 哎呦 好 师哥 摘一下眼罩 看一下 哎呦 这只呢叫做截角手工 我们可以看到他眼睛上 有长长的眼睫毛 真的 没错 我怎么觉得他后背全都是纯呢 你怎么摸的是说光滑的呢 我刚才摸的是尾巴 你刚才摸的是这儿 是吗 你刚才摸了一下这儿 看来啊 就是长相有点吓人 请放心 都不是什么大型的那种恐怖的动物 就故意渲染 就是造成恐怖的 没错 但是这戏有点过 他那个会到处跑吧 闭嘴 是这个吗 是这玩意了吗 啊 不是那个呀 蛆蛆啊 我说让刚老师抓虫子 啊 我求你了 是这个啊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是蛆蛆啊 我我手都冒汗了 我求 我求你了 我别让我摸了 全部都故意渲染 就是造成恐怖的 这太大了 太大了 哎呀呀呀 小心别 不是 你还给他放里边 高老师 高老师能跟师鹏一个当死吗 你拿到我的手 他手得伸进去摸 音乐好 好讨厌 就是这音乐能够欢快 这音乐我的天啊 这这这 信我的 信我的 没事 你摸一下 没事 慢点 你慢点 行不行 没事 没事 你摸 哎 你看你们刚才谁说我字儿八乱叫来的 硬的 他的身体就是硬的呀 我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手伸开 手伸开 手掌朝上 手掌朝上 对 哇 耿老师好勇敢 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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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饭 什么 是蛙类的 蛙类的 牛蛙还是鳞蛙 小蛙 小蛙 对 是麻辣吃还是怎么吃 这个麻辣和红烧都可以 好 来 接下来 刚老师 请看 这是什么东西 它呢叫做澳洲刺猬颜息 也是蜥蜴类吗 没错 它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蜥蜴 但是还挺好看的 这是保护动物吗 是保护动物 不是保护动物 对 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 叫什么 它叫做小龙虾 小 麻辣 你还怪你说麻辣呢 对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会接近于红色 好 接下来阿喜 我就算了吧 张一鞋这个太恐怖了 它更恐怖了 我就算了吧 亏得我没有摸这个 我也摸这个都把我吓死了 八呀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种颜色越艳丽 我也听说过 颜色越艳丽 好像毒性越大 有没有别的地儿 没有在这儿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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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开手 把手炸开 都平了 你别碰我 这不是两个盒子是吗 对 摸它手 摸在这手上 已经拿出来了 哎呀 不行 在哪儿啊 我拿你手慢慢摸吗 一个男人 快点快点 他要爬走了 我 哎呀 什么可怕的 你这个时候最不可怕的 用汉形象了啊 给你换了一只 摸一下 拿手指摸会咬到我的 不会 不会的 哎 你们是男人吧 绝对不会咬到你了 咬到我 咬你啊 咬我 快快快快 哎呦 什么 你感觉 我感觉是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毛了 对 对 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不用再摸了 大概什么颜色 大概什么颜色 大概我刚才摸 感觉好像是 赤橙蓝色青莲 有可能是绿色 我都能摸出绿色来 那当然了 来来来 你赶紧把它抓回去吧 哎呦 我 太吓人了 张英席 你到前面看一眼 太吓人了 你看我给你选的 你实话是说 是不是咱俩是好兄弟 我跟你选的 是最不吓人的 你看看其他几个人 选的什么 我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最不可怕 这不就是青蛙吗 它可不是普通的青蛙 这是什么蛙 它叫做腊白猴树蛙 腊白猴树蛙 对 有毒吗 完全没有毒 没毒 它呢是生活在 热带的蛙 它可以涂防晒霜 给自己 还有什么 什么意思 它会变色吗 它喜欢晒太阳 在它的背后 有这种线体 它可以护抹全身 都有一种蛙是有毒的 好像跟着长得很像是吧 剑毒蛙是有毒的 张银熙你摸完了没有啊 摸完了 这还有一个人呢 我给忘了 江河老师 张银熙你太庆幸了 你亏得没有摸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才吓人了 对你好吧 好兄弟 因为最后这个挑战 除了涛哥 谁也完成不了 吓死我 就这颜色就不吓人的 手伸进去吧 手没事 你就大胆地往前摸 往里边摸吧 没事没事的 他就是 往下 往下发 往下摸 再往下 出来了 来来来来来来 我不在上面待着了 我 我都在上面待着了 出来了 吓死了我 我不上去了 你怎么还跑下去了 他太快了 他 他舔我一下 是谁 谁啊 谁舔了你先 蛇 就是蛇 不是 我摸到他的纹路了 不是 摸到他纹路了 皮跟蛇的那个 它有鳞片 就是 那也是蜥蜴类的 前面肯定有 对 你抓一下 陶哥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呢 抓一下 抓一下 哎 不是什么 哇 陶哥 你 陶哥好牛哦 哇 陶哥 我这么长 对 这么长 还在动 还在动 对 对 还动 哎呀 小尾巴真可爱 哈哈哈哈 哇 陶哥 真 可以 真一样 真男人 真男人 这是选手的手 哈哈 对 行啊 可以啊 他掉毛了 什么 什么 就是这个是长蜥蜴 长蜥蜴 哎呀这尾巴特别长啊 对 尾巴最起码这么长 来吧 进去眼罩 哎呀 哎呀 蛇 我就说蛇 给了我一个最可怕的 你知道 哈哈哈哈 我说我第一感觉是最臭药 蛇 蛇嘛 你开始一摸它撞一下 它就摔出来了 因为我摸到它的那个纹路了 今天蛇 长蜥蜴 吓死了 长蜥蜴尾巴真长 哎呀 哎呀 他们都说蜥蜴 我以为这是长蜥蜴 我这尾巴怎么这么长啊 它其实是没有毒的 漂亮 它叫做帕布拉奶蛇 哎呀 但是因为蛇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我的天哪 因为我们只知道 就是说这个花纹越艳丽 好像毒性越大 你确定这是没有毒的蛇吗 确定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奶蛇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牛棚里发现的 然后农民伯伯会觉得 它是偷喝牛奶 其实呢 它是吃牛棚里面一些小甜蜀 是除害的 是一种 它能吃老鼠 对呀 这么细怎么吃老鼠 它的嘴可以张得很大 然后它也会吃 能吃多大个的老鼠 像它这么大的 应该可以吃到这么大的老鼠 就像拳头那么大是吗 没有 那我们的手指 那它会认识到人的气味 它不会轻易地攻击人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评委老师的体验 谢谢 真理一教了